所以这个里面 纠摩洛斯大师就可以给我们做榜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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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纠摩罗斯大师自己也说 他说我所翻译的 没有一个字错的 什么可以证明呢 我圆集之后 舌根不烂为证明 所以这个佛教界公认的 纠摩罗斯大师圆集之后 土皮 最后收拾骨舌粒的时候 就是舌头不画 拿个东西敲它 像沁一样的 金属之身 那后来 他的身骨舌粒 就供在了现在的 逍遥园内的 就是在现在的草堂寺 文革没有破坏 我可以推荐大家去朝拜 1700多年到现在 非常完整 这个舌粒塔还在 在朝堂寺 西安朝堂寺 他的舌头呢 就被请到了 五威建了一座塔 就叫罗氏寺 罗氏塔 在文革的时候 整个罗氏寺都被弄坏掉了 但是纠摩罗斯塔 却依然存在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每次游摩罗斯大师的纪念日 这个塔都出彩虹 所以我去年 前年去罗氏寺 去五威 那个方丈和尚就跟我讲 他说这奇怪 我每次都出彩虹 你说一次两次是巧合 我们才好几次了 所以他那个方丈室里挂了 大大的那个塔 这边拍的那个彩虹 证明 诸佛菩萨都证明 纠摩罗斯大师的那个舌头在那边 那个加持力在那边 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 读这个经 纠摩罗斯大师翻译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加持 这在这里也是表示一个性 这是可信的 是不是 舌头不坏 说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出彩虹 你看 是不是也是这个证明啊 是不是要讲点好玩的 好听的 对不对 我照着本子念 你们念的比我还熟 你们也不用念 会背的 对不对 都会背的 你说那个 这个 这个大家就会 啊 你照本宣科啊 叫一文解义 三世佛愿啊 对不对 那也不能够离经一致啊 一离经一致 集同摩说啊 不能讲错啊 所以这个 这个讲经啊 要讲的有味道 否则把你们都讲 睡着了 就醉过 醉过来 这个还不错 我看 刚才看片子里 有不少人睡觉的 我一讲了 我跟大家头都抬着 哎 这个有的人 哎 反正这两天 有的人脖子是练长了啊 那个柱子后面绕过来看 实在不行 看大屏幕啊 哎 大屏幕 基本上我们现场的人 都看得到吧 都看得到 好 哎 好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天就讲这个正中分 经文的正中分里面 又分三个部分 分续品 正正品啊 正中分和流通品 流通部分 三个部分 明天呢 给大家讲 明天上午的第一节课 就讲 续品 这个续品里面 又分通续和别续 啊 这个 反正听了经文 本身就开智慧 请问听经 讲经的时候 你听经的时候 是不是在念阿弥陀佛啊 是啊 那我们不仅是念阿弥陀佛 现在你说 你烦恼有没有忘掉 身上癌细胞 有没有消失掉 消失掉了 烦恼也没有了 这个负能量也没有了 业障也消除了 就像坐在极乐世界 莲花台里一样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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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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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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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且 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不例外急难救助 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 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 报名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业诸善行 十方信众共成就 起见信念归净土 明阳两笔度有情 特为子安地藏殿英灵牌位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 佛教慈悲至业依然大悲欢迎道场 特举办中锋三十信念超度华会 公勤广顾法师主法及法部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2月9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欢迎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欢迎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十年的等号 我就是因为这栋公寓距离公司很近才搬进来的呢 莫里斯个性开朗 而且心地善良 每天早上在上班途中 他都会买两份早餐 一份自己吃 一份搬给路上遇见的流浪猫狗 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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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每天都帮你女朋友买早餐啊 老板娘 你真会说笑 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啊 那你一个人吃两份早餐哦 看你长得瘦瘦的 没想到食量这么大 我哪里吃得了这么多呢 有一份我是要分给我朋友们的 分给朋友们 一份早餐能给几个人吃啊 嘿 小猫咪 怎么你也饿了 来 过来 我这里还有一个汉堡 这一天 莫里斯下班回家的时候 发现路边有一只瘦弱的流浪狗 正在垃圾桶边翻找着食物 啊 他看起来好像饿坏了 可怜的小狗 应该好久没吃东西了吧 老板娘 老板娘 我要一个大热狗 怎么 莫里斯 今天晚餐只吃热狗啊 不是的 这个热狗 我是要送给一个朋友的 朋友 他怎么老是买吃的送朋友啊 怎么 老板娘你不知道啊 我常看到这个年轻人 用自己的食物 喂着附近的流浪猫狗 我想他所说的朋友 应该就是那些流浪猫狗吧 原来是这样啊 莫里斯可真是位有爱心的年轻人呢 嘿小狗狗 过来这里 我这里有好吃的 快来吃吧 这是给你的 小狗 慢慢吃 这只流浪狗 吃完热狗后 便一直跟着莫里斯 然而莫里斯所居住的公寓 是不允许饲养宠物的 因此莫里斯便和这只流浪狗约定 明天还会再带食物来给他 小狗狗 不要跟着我了 我没办法养你的 我住的地方是不可以养宠物的 这样吧 以后你就在刚刚那个地方等我 我会带东西来给你吃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明天见咯 从那以后 莫里斯每天上班的时候 便会带食物去给那只小狗 而小狗也会每天在老地方等待着莫里斯 后来莫里斯因为换工作的缘故 要搬去别的城市 他最后一次给那只小狗送食物 老板娘给我一个大汉堡 好 你是要自己吃还是送朋友呢 是要送朋友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送食物给他了 怎么 莫里斯 你要离开这里吗 是啊 我换工作了 明天我就要搬家了 这样啊 莫里斯 祝你在新的城市一切顺利 谢谢您老板娘 我的朋友 你饿了吧 你看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从今以后 我没办法再送东西给你吃了 以后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第二天 莫里斯便离开了这座城市 这一走就是十年 这十年当中 他没有再回来过这里 而那只小狗也渐渐从他的记忆中淡忘了 在新的城市里 莫里斯事业爱情两得意 他不止工作顺利 还找到了一位心爱的女朋友 缘分真的很奇妙 如果我没有离开原先的工作 那根本没有办法 在这里遇到美丽善良的你 莫里斯 我真想看看十年前你生活工作的地方 你不是一直说很怀念那里吗 是啊 那是一个美丽又温暖的小城 那有时间你带我去看看吧 听你说了那么多 我好想现在就去看看呢 好啊 对了 我们可以先用街景地图看呢 嗯 这主意不错 你快找出来让我看一下 当莫里斯用街景地图 寻找过去生活工作的地方时 他却在街道旁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看 这就是我之前工作的公司 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的 我找给你看 怎么可能 难道 难道是他 莫里斯 怎么了 莫里斯 发现他之前工作时 经常喂咬的一只流浪狗 居然出现在街景地图里 他竟然还在那里等我 谁在等你啊 是他 他怎么还在那里呢 你认识这只狗 是啊 十年前我每天上班经过那里时 都会带一份食物给他 没想到十年后他还在那里 我得回去看看 嗯 我陪你一起去 莫里斯 莫里斯和女友一起回到了他曾经工作的地方 而那只流浪狗竟然真的还在那里 他 他还在等我 我 老板娘 我要一个大汉堡 莫 莫里斯 是你吗 是我 老板娘 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你是回来看你的老朋友的吧 这十年来 他一直在那里等着你呢 我的老朋友 你饿了吧 你看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嗯 从此以后 这只流浪狗 再也不必流浪了 莫里斯收养了他 十年几乎是狗狗的一生了 而他 在同一个地方等了十年 终于等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主人 我喝波者波罗蜜 是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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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明天是留灾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再见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救度一切生命 是终生离苦的难道